你了解自己的手机吗 你知道区分手机高中低端的区分标准是什么 你知道全球市场上有多少个主流处理器吗 首先我来介绍一下什么是处理器 处理器center process 简称CPU是手机的核心部件 手机中的微处理器 类似计算机中的中央处理器CPU 它是整台手机的控制中枢系统 也是逻辑部分的控制核心 就是手机的核心 相当于电脑的CPU一样的功能 处理器的性能决定了整部手机的性能 凡是要处理的数据都要经过CPU来完成 手机各个部分管理等 都离不开微处理器这个司令部的统一 协调指挥 随着集成电路生产技术及工艺水平的不断提高 手机中微处理器的功能越来越强大 如在微处理器中 集成先进的数字信号处理器DSP等 其次全球的主要几个处理器 分别是苹果的A系列 高通骁龙 三星猎户座 联发科 海思麒麟 以下简单列举各个系列的代表作 一 苹果A13图一 苹果A13设计厂家 苹果公司代加工厂家 台 机电发布时间 2019年9月11日凌晨1点主要应用手机 搭载于iPhone 11 iPhone 11 Pro iPhone 11 Pro Max iPhone X 2020性能说明 A13C 铺拥有两个高性能核心 速度提升20% 功耗降低30% 拥有四个效能核心 速度同样提升20% 功耗降低了40% A13CPU每秒可以执行 1万亿次操作 同时 苹果A13处理器采用7纳米工艺 专为高性能和低功耗而量身定制 拥有85亿个晶体管 可以说是目前业内市场最牛的芯片了 A13 Bionic的出现 不仅让苹果再次证明了 无敌是多么寂寞 同时也是苹果想要摆脱 台积电束缚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从A10处理器开始 台积电就已经成为了 苹果A系列处理器的独家代工商 可以说直到现在 苹果台积电的合作关系依然很好 但是也正是这样的合作关系 给苹果带来了一些束缚 2.高通骁龙865图2 高通骁龙865代加工厂家 台积电和三星 发布时间 2019年12月4日主要应用手机 小米 Vivo OPPO等手机品牌性能说明 7纳米制程 但与上代有所不同的是 骁龙865 采用了与苹果A13相同的 台积电全新工艺N7P 新工艺可以实现更高的能效比 相比于上一代的N7工艺 N7P在相同能耗下 可以实现7%的性能提升 或者在相同性能频率下 可以实现10%的能耗降低 高通虽然是外挂的5G基带 但是从各个方面的性能来说 并不比集成5G基带芯片的 麒麟9905G性能差 而且从各项性能来看更优秀 三星猎户座Exynos 9图3 Exynos 9设计厂家 三星公司发布时间 2018年11月14日主要应用手机 三星S10 性能说明 Exynos 9820由2.7级赫兹双自研核心 XNOSEM 4加双核A75加四核A55构成 采用三星的8NORP FinFIT制程工艺 比10NMLPP工艺 降低了10%的功耗 再配合上CPU双Exynos 4大核加双A75 中核加四A55 小核的三重集群设计 在优秀的算法加持下 相信功耗控制会比以前出色很多 4.联发科天机1000图 4.天机1000设计厂家 联发科发布时 2019年11月26日主要应用手机 OPPONO三星 能说明天机1000拥有多项全球第一 包括全球最快的5G单芯片 全球第一支持5G双载波聚合 全球第一支持5G双卡双待 全球首个集成V-5LU的5KZOK 全球第一旗舰级 四大核A77CPU 旗舰级Molek 77GPUE 即拥有全球最高的安兔兔跑分等 但遗憾的是 其被残酷现实狠狠打脸 直到今天也没有任何一款 搭载天机1000的5G手机问世 5.海思KIRIN 990图5麒麟990设计厂家 华为海思代家 工厂家 台积电发布时间 2019年9月6日主要应用手机 华为Mate30系列 荣耀V30系列 华为P40系列 荣耀30P RU荣耀30Pro加 华为MatePod Pro性能说明 7.NM工艺制造 与上一代处理器相比 麒麟990在CPU NPU等方面是全方位的升级 极大的提升了手机整体的性能表现 而在与其他产品的对比中 麒麟990在AI CPU性能等方面优势也比较明显 而短板的GPU性能 今年也有了补强 在表现上已经可以达到顶尖的水平了 但是目前台积电只能为华为代加工芯片 至2020年9月15日 麒麟990可能成为绝唱 你的手机是以上处理器吗 如果不是可以查看下表 查看完后你对着自己的手机有所了解了吧 我们看到这个作为 这里也一方便 di乱